新冠肺炎大流行 巴西有华人32周孕婦确诊 最后病情恶化,要紧急开刀 结果BB平安出世 妈妈不幸离世 在香港,亦接二连三有孕婦被感染 3月中先有首名孕婦中招 再有确诊尼泊尔孕婦 发病后依然在公立医院如常产检 惹来波毒疑魂 病毒隐形,不少妈妈都超级担心 怀孕期间,我觉得要多做很多事防疫 例如每一次外出都要洗手 用皺精搓手液 而且因为BB还有一个月就出生 很担心他出生后 他应该要怎么防疫呢 Jenna怀孕已36周 BB预产期在五月初 虽然这胎是第二胎 但心情比第一胎更紧张 第一胎的时候 我临山还会外出跟BB 去买BB衣 但因为第二胎,疫情这么严重 我都不会跟老公去逛街 都会选择穿哥哥上一手的衣服 不会去买新的BB衣服 给小孩子穿 为了远离病毒 Jenna和一岁大的儿子 几乎捉不出户 但这也未够 早前还由旺角搬入天水围 发生什么事,你担心要搬屋呢? 因为姐姐的老板从外国回来 而她老板的朋友也确认了 虽然不是直接关系影响 但其实我也担心 所以提早搬出 打算生了后 都在奶奶家坐月 便早搬去奶奶家 你现在带着肚子 搬屋这么贫敲 有没有令你不舒服? 也有的 早前自己有一些伤风感冒 但也不敢去诊所看医生 因为也怕如果在寻宿感染怎么办呢? 自己家里有一个大小孩 我的肚子还有一肚子 所以这期间真的很担心 孕妇一旦受感染 最令人担心的是病毒 会否传染给宝宝? 现在的研究显示 宝宝在肚子里面 直接那种病毒 经过胎盘感染宝宝的机会是没有的 感染了母亲 宝宝出生后,我们检查几件事 检查胎水,检查磁带血 检查嬷宝的胸口去液化炎 检查嬷宝有没有病毒呢? 也没有 所以即使感染就算真的有 也不是在肚子里面直接感染 可能出生后 妈妈感染嬷宝的机会反而更高 不过孕妇万一确诊 对嬷宝对妈妈的健康 也会构成极大的风险 我们知道妈妈在怀孕时 有抵抗力差一点 她感染的机会更高 另外,妈妈感染了后 其实最大问题是肺功能的影响 再加上后期怀孕的妈妈 她肺活量小了 子宫顶住 呼吸就更加困难 而且看以前的研究 怀孕的妈妈感染了SARS 其实她的死亡率 肾功能的衰退也高很多 嬷宝的危险 在几个周期开始受感染 妈妈可能因为肺功能差 嬷宝在首十二周 就发展一些重要的器官 嬷宝可能因为发展不到 可能会流产 发展到可能器官会受损 那个器官会有畸形 过了十二周之后 通常胎本功能差 嬷宝可能要早产 第二件事就是 嬷宝就算竹鱼生出来也好 她肚子里的生长就较为满满 所以生出来的嬷宝就算竹鱼 可能体重也过轻 人负高级 人负高级 Jana每次刷剪都很谨慎 每次出街 我都会戴酒精搓手液 出门前一定会戴酒精搓手液 先退一部热门 按按键 然后进入热门 我都会戴纸巾 按热门 隔一层 就不会直接找手摸下去 坐扶手电梯就加倍流神 尽量不搭 真的要的话, 唯有这样 现在坐扶手电梯 我都不会摸下去 因为怕其他人有病 就做病毒 不过这么危险 通常有丈夫在身边她才会搭 一进入診所 更加会提高警觉 都是第一时间消毒了一只双手 先找个人少点的地方才坐下 经过检查, 医生说嬰儿情况良好 很厉害, 很大 37周, 很成功 你养得她很肥 听到嬰儿哼腔有力的心跳声 Jenna终于松一口气 不想病毒埋伸 医生建议孕妇要加强洗手频率 用普通碱液已经足够 有人说孕妇不可以接触酒精 那用酒精搓手液又行不行 我想如果你是一个通风的环境 用少许酒精搓手液 手里搓, 搓了之后揮发了 其实对妈妈是安全的 所以这东西可以用 也不用担心 另外, 还要避免跟人靠近接触 口罩当然要戴了 不过不是款款都适合戴的 但孕妇是用普通的外科口罩 已经适合了 不需要特别用最高规格的N95 如果用N95 第一, 你要看身体测试 但是N95就更加辛苦 最惨的可能是吸的氧气也不够 对她和对宝宝也不太好 对于妈妈来说 生寶之前非常担心 生寶之后也不可以松懈 早前有初生40天的宝宝确诊 近日也有两个月大的婴儿被感染 令一众妈妈如临大敌 杨思琪二月中单下第二胎 现在弟弟两个月 我们跟他进行视障访问 中国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试过带婴儿出街打测试 有…有看医生 带他打防疫测试 但是一出去的时候 我就要… 好像人家实行A计划 或者是B计划 想好行程是怎么行 尽量令时间缩短 最近的停车场在诊所 在哪里 然后步行去诊所要多久 步行的路线 又不要经过太绸密的地方 踏电梯的时候 就尽量让人先上 然后那个电梯是没有人的 又怕有其他人在等 尽量选择一些偏僻的位置 直至去到见到医生 这样 唯一样就是口罩那方面 医生的口罩就没有了 只能够用脖子来遮住他 但是他还能搜索 只不过不要外露那么多 令到他整个面露出来 林太有三个小朋友 两个女儿分别六岁和三岁 拉仔只有八个月 疫情持续 小朋友都训练有数 妈妈教我要脱下热口罩 脱口罩立即去 用简易洗手洗二十秒 不可以脱口罩 不可以用手碰口罩 还有不可以擦眼耳口鼻 林太说这段时间 妹妹和弟弟已经最少 有一个月没出街了 长辈、亲戚也减少聚会 真的要出街的话 当然会带齐防疫包 遇上弟弟要打针 就更加紧张了 会怕了身边 即是旁边的人 旁边的不懂的人 可能怕他们打个黑痴 你又会很紧张 如果带他出去 就一定会带多一张被子 盖住他 即是减少他和外界的接触 为了阻挡病毒 妈妈用尽千奇百趣的方法 网上有女士痴线 用胶袋套着BB的头走商场 寶寶可以怎么防疫呢 会不容易戴口罩呢 最重要是看口罩的质地 例如我们现在戴的外科口罩 我们用不織布材料来做 好处是它比较透气 所以如果寶寶找到一个合大型的口罩 用不織布的话 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呼吸 也不会影响他的呼吸度的饭肉 但如果坊间有些口罩 例如用棉布的话 就不太建议了 因为棉布比较焗身 而且很多时候孩子会哭 或者口水会弄湿了棉布 如果湿了 更加令他们无法呼吸 不过孩子戴着口罩 也不代表父母可以完全放下戒心 越小的孩子 尤其是初生婴儿的话 我们建议尽量不要戴口罩 原因是因为太小的孩子 戴着口罩不舒服 或者无法呼吸 变成了他又不会告诉你 甚至他也不能伸手出来 拔走自己不舒服的口罩 所以尽量不要戴 但万一真的需要去人多的情况 孩子戴了口罩之后 我们要密切观察他的反应 有不舒服的也要帮他拿开 孩子戴口罩不容易买到 万一要出街, 唯有这样做 有手推车出街 我们建议可以帮手推车 加个乳档 如果有些喂开母乳的妈妈 也会知道 他们应该出街 有一块大的沙巾 可以帮他们出街的时候 方便他们喂母乳 那些沙巾通常的透气程度 也比较好 而且也可以把孩子收纳在自己的空前 帮他们整个覆盖 也有一个保护作用 现在方间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看到很多有些帽子 那些帽子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透明的胶档 遮住孩子的面 要买到那些合适的帽子 也可以有一个保护作用